郑爽在网络上开设私人账号 引人传发言引发网友们两极反应 郑爽17岁时主演戏剧 他回想当时拍摄觉得很胆怯 说自己并不喜欢演出的角色 觉得在剧组的那段生活很违心 他2015年参加节目时 主动谈及正在和第二个男友胡彦斌恋爱 他说所有衣服都是男友选购 但自己没有能力为他说什么 不想给所属公司造成麻烦 坦诚那时候有点故意吵CP 但是两人其实都没有特别配合 粉丝们对郑爽如此自我的行为感到很意外 官方后援会还因此宣布解散 尽管如此老爸郑成华依旧一路力挺 面对外界高度关注 他说不要再执拗地认为他是谁 是永远不可能会丢掉自己 觉得很委屈 不想再因为利益欺骗自己 说自己不是个大度的人 是个小心眼的人 文章下的留言有人批评 明星哪个不被评论 另外也有人认为 他没有活成你们想要的样子 但是他活出了真实的自己 是个小小温子 我都觉得是个小温子 我都会不会变成你 Dreamin'